两个人在一起有这样的感觉才叫爱 一 能共鸣 两个人在一起共鸣很重要 就像彼此之间的三观一样 要一致才能营造甜蜜的爱情 你的心情我理解 我的感受你也懂 二 能为对方付出 什么是幸福 就是看到别人快乐 自己也快乐 爱情最终美好的结果就是幸福 所以你要做到让对方感到快乐 这就需要你的付出了 爱情不平等 你的付出很有可能会扑空 所以爱情本身也是一场赌局 很多人赌错了就是一辈子 三 知道怎么哄对方 这对于大多数男性朋友来说 是容易犯的错误 女人生气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哄了 比如女人认为是你的错 一直在生闷气 一般男人都会说 别生气了 我错了行吗 这很明显就是在敷衍 我听着都觉得怪怪的 首先第一句话 我错了行吗 这一句话有两个错误 我错了 那么你错在哪里呢 你知道吗 其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接着是行吗 在女人看起来好像是冤枉了你一样 还有别生气了 女人怎么可能不生气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说出你的错误 然后说以后不会再犯了就行了 有些男人不知道怎么去哄 那你可以这样说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哄你 但是我心里真的很想去哄你 让你原谅我也行啊 给女人看到你的真诚 四 对方被欺负了 你要有生气的反应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爱的人被伤害了 你必须要做出反应 你得有愤怒 想把欺负你爱人的人撕碎 这是人的正常反应 即使你不知道怎样去表达 简单的表达你的生气反应给对方看 那么对方也会感受到你的爱 两个人在一起 还是感觉重要 有些人相处了好几年 也没有擦出火花 但是有些人仅仅相舍了几分钟 就感觉爱情到位了 无论是恋爱前还是恋爱后 你都得知道 你对对方是什么感觉 然后表达出来就行了